大叔,根据粉丝提问,有粉丝想问您,您一般是怎么选择去给左手配置和弦呢? 大家好,抱歉,我很晚才回答这个问题。 左手怎么配这个问题呢?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不可能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。 估计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用一两句话,把左手怎么配说清楚。 左手怎么配,它实际上是要根据我们音乐的体材,大小,风格,以及它的调性,就是说大调或小调等等吧,这个来决定的。 而不是说我们事先就能够来决定它怎么配,我们才来决定它前面的音乐。 那就是主次颠倒了,我们左手怎么配嘛?你首先就是配,配角啊。 不能把这个搞颠倒了。 因此呢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? 这是一个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,这个过程就需要我们学习乐理,学习和声等等的音乐理论知识。 只有我们具备了足够多的,足够好的音乐理论,那么它就能够支撑我们的这个极性配奏。 有点遗憾啊,我的这个回答可能没有满足你的这个想法和要求,但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努力的方向。 极性配奏不是一两天的这个功夫,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。 好,让我们共同努力吧,加油!